嘿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酸 這應該是我在頻道中第一次玩傳說對決吧 沒錯我現在最近也開始在玩傳說對決了 那這樣等於是十九級 實力大概就是 不是高級不是中級 就是D級 ABCD的D 那今天來玩個 我目前都是玩塔拉這一隻角色 因為我的英雄也沒有很多 所以就選一張 這裡面我覺得比較好用一點的單位 一開始是玩克里希 但克里希後期來說比較沒力 所以我現在就是玩塔拉比較多一點 那也想說盡量把塔拉玩近一點 再轉下一隻的角色 好陣容合理了 而且我常常發現大家就是 大家好像沒有很喜歡玩坦這個角色 就是苦力吧 所以常常就是 大家選好角色之後呢 然後 最後會缺了一個坦或是缺戰士 最常出現的就是這兩個 這兩張 這兩個單位的角色 沒有人選 好我們這邊等一下 這個隊友 有 好有 來選擇這個貂蟬吧 好 塔拉我現在也還在學習中啦 所以 這個 這個 大家看到 我玩起來可能會生氣吧 因為我之前沒有玩 我之前沒有玩LL 所以 整個觀念上來說 會比較薄弱一點 就是什麼 打野啊這種 都是在傳說對決裡面才開始接觸的 之前沒有玩LL 所以 等於 我相信很多有玩傳說對決的人 應該之前都玩過LOW 然後跳起來 就轉換會很快 但我之前沒有玩過LOW 所以 觀念還是只能慢慢從傳說對決裡面建立 好 等 等一下 羅爾 特爾安納斯 艾翠斯 貂蟬 這張卡我還沒見過耶 我不曉得它是什麼樣的單位 點防 我都會想說 既然我都玩塔拉了 我就會把自己 裝備盡量 防具 這樣都是以防 出防具為主 嗯 我也不曉得這樣玩對不對 但是 我會盡量把自己養得厚一點 養得硬一點 然後 比較少加攻擊力的那些武器 本來想說既然都要當苦力了 就 苦到底吧 好 這個 我來服一下 咦 點招我是不是點錯 好像 是不是要先點第二招 不過剛開始應該也沒關係吧 好 好 打個靈鳥 衝入是不是要直遠啊 好 盧他盧他 好 盧他盧他 但是打個靈鳥 蝸海鎮 對 這邊 提 medo 也是 上路好像 需要幫忙 沒關係 這幫來了 好還是留在中路跟木家爵這裡對一下好了 不然到時候中路要回防 這邊有個隊友上去幫忙了 應該還可以 噢好路 快逃 誒 發生什麼事了 他是不是放了一個 斬殺的技能 就突然死去了 不能太大意 就這樣默默的死去了 大招都還沒點出來 好有了 好木家爵要死了 我感受他 很好 中路直接退掉 好 這邊要 好為了推這個主塔 我們人都掉光了 好 歸一點歸一點 好 幫忙補一下 有了 雖然說不是我 雖然說不是我殺的 好 好 貂蟬還是蠻猛的 唉唷 好 沒事 清清小兵 電電等級 咦 好 這個 會怕就好 有了 有了 我們現在 好幫忙 還一下 不錯不錯 不錯 然後再補 塔拉要死 或許真的不是很容易吧 但是我就是死了 所以 哇 這個是 然後我撿不太刀尾刀 因為我攻擊力太弱 可以 可以 撤退 撤退 好 一般我會頂在最後面啦 所以 因為我還可以放大絕招 大招可以補血 所以 希望不要脆的人先離開 來 好 這邊先頂住就好了 隊友衝進去了 哇 哇 隊友好強喔 泡他 三連殺 我們在旁邊打醬油 也賺了一些經驗值 衝 我要退了 我要退了 封個方 下面有一隻落單的 警 噢西亞 差點死去 差點死去 欸 跳一個 我要被戳死了 這算誘敵戰術嗎 誘敵成功嗎 好啦其實我剛剛這樣有點危險 我要先回城了 快逃 快逃 那我們一石一傷 十一助攻 然後對方中路的朱卡 加個神秘 啊他死了吧 倒掉嗎 好啦追一下 他跑好快喔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好 他被 包起來了 這邊有一隻 井 哇操 糟了 糟了 隊友死了 好我覺得我好像沒有 進到保護隊友的責任 好 好 我走了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啊 隊友剛才草叢剛好被抓到 有點傷 幫他報仇 幫他報仇 十四秒 十四秒 最後一點血回來 哈哈哈哈 剛好抓到 這個 算撿到嗎 哇糟了 不行不行不行我這樣衝進去會死 我得走了 我要走了 讓我走 哇這一場 這波混戰 可以再多殺幾個投下來嗎 我已經看到 MVP的隊友 好可憐 好可憐 這場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吧 好可憐 難不成這樣還要被翻盤嗎 看到槳 我應該先衝進去 我應該先衝進去 你們別急啊 你們別急啊 我還把他補個血 先衝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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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招式 比花拳 秀腿更有用 好這邊就慢慢推 貴一點但是穩一點 每一種武器 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 先衝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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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應該還好 沒關係 還沒死還沒死 幫忙彈一下 我要撤退了 隊友沒有要退的意思嗎 先衝進去 走了走了走了 不要再留戀了 這型人 先衝進去 哇這個為什麼血這麼少 不去補一下呢 哇 死了一隻 大家都不願撤退 就 搞到快團滅了 打開下咯 打開下咯 DAM 好 對 打開咯 煩 這牢 打開咯 出門 打開咯 開咯 打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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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掉一個 井 應該可以推進去了 理論上快點打塔喔 推一下 扛一下 扛住塔 扛住 有了 真是不容易啊 我居然是MVP Why 我不是死 我覺得我隊友比較有MVP的價值 那個拿著大劍的那一隻 我做了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拿來MVP 給隊友一個 戰拿 我做了什麼事 應該是扛的傷害扛很高吧 我總輸出沒有很多 但是扛的傷害量 30%是整場最多了 就被結算為MVP啦 好 酷 耶 好啦 這個 傳說對決要再來練一下 那之後的話應該 應該也會蠻常給大家 展示一下 也不是展示 就是跟他一起 就是玩傳說對決就對了 然後 也會找一些朋友來玩 那這樣應該還蠻熱鬧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 團隊作戰的遊戲 所以 這個嘴起來應該還蠻好笑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名單 通知小鈴鐺 我是阿松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